教宗方浙國在週三的公開接見活動 開始了以分辨為主題的一個新系列要理講授 是保祿六世大廳 教宗談及分辨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因為這些決定可能會成為人生的轉捩點 在接見活動的尾聲教宗提到 9月1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波蘭爆發的83週年紀念 他鼓勵朝聖者創造和平的文化 並且記住今天正面臨戰爭的人民 正面臨戰爭的人民祈禱 教宗請求眾人為巴格達的人民祈禱 日前在巴格達議會大樓附近發生抗議活動 事件養成22人死亡 按照顧時抗議會殺人 9月1日是照料售造的世界祈禱日 和創造季節的開始 並在10月4日結束 教宗方者各鼓勵朝聖者 承諾要愛護地球這一個人類共同的家園 這是教宗在原理受贊重通語中 所重申的信息